那我们最常听到学员们说的就是 你们的课程真的很systematic 就是很系统化 什么策略适合你呢 真的要看很多方面 看你性格 在你生命中 你现在要专注的是什么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分配这样子 了解老板思维 请听创业故事 你好我是Tommy泽伟 那么提到股票投资呢 市面上一般有两种反应 一派的说法是 会亏钱 千万不要碰它 那另外一种是可以让你赚大钱 然后应该要早一点的投入 不管是哪一边的说法呢 这个投资股票啊 都是需要学习的 然后再把所运用到的这个知识呢 给它应用到股票上面 这样才能够在投资上面的 获得最大的一个胜算的 今天节目邀请的嘉宾是 股票投资教育公司 Beyond Insight的CEO张维康 Teres来聊一聊相关的课题 Teres你好 你好你好 投资的说法很两极化 那你本身的观点是什么呢? 股市也好 什么投资也好 不是靠运气的 也不是一门你可以靠这种道听途说的这种途径就可以成功的 是一种专业 是一种需要你去投入心机 学习去传模 然后去精通的一门学问 市面上出现一种比较快的投资速成班 就是可能短短几天就可以学会 你觉得说你个人的观点你是认同吗? 还是说你其他的看法? 那可能我们要问我们的观众啦 你们觉得有什么学问是可以几天之内学成的 学煮一道菜 可能几个小时开一个YouTube可能也可以学会啦 可是这门可以让你所谓自负的一门学问 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之内学好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 就算是几天也好 也是可能性很少啦 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的话 那么我们学校也应该教这门学问啦 对不对 你认为公司最大的这个优势还有特点是什么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 像我们有今的学员 一般新的学员进来嘛 他们就上他们的第一堂课 那我们最常听到学员们说的就是 你们的课程真的很systematic 就是很系统化 在你那个念头想要投资 到你真正在这个经济平台上投入一个股票的时候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决定你需要做 第一个决定是 我应该怎么去筛选 像美国股市啦 美国股市有六千多个上市公司 你怎么去筛选 你筛选之后 决定了你要投在科技股 科技股也很多啊 你要怎么去选 你要怎么去知道 这些公司的业绩能不能维持 虽然说现在很好 可是往后三年往后五年 能不能够维持 这一系列的决定 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化的 策略去做出每一步的决定的话 是会很迷茫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 适合自己的方法 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 可以举出来呢 先说时间好了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 都有不同的priority 就是说如果像我们的学员 多数都是已婚的专业人士 你要专注事业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兼顾家庭 你要学习投资 那学习投资放在哪一个位置呢 可能放在第三位 放在第三位的话 相对的说你可以花在学习的时间 就相对比较少 就比如说一个专业人士 上班九点到五点 五点下班回家 剩下的时间有多少的 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那么你一两个钟头 里面晚上的时间 能不能专注去学习这门学问呢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很好 其实你一天呢 你可以挪出一两个钟头 已经很够了 可是万一不能呢 就比如说你的事业很忙 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 家人方面又需要付出很多精力照顾 只可以一周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 或者一个月拿出三四个钟头的时间 去经营你的这个股市投资 这个在时间分配上就有很大不同嘛 对不对 比如说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的话 因为我们是看长远的 所以相对的话 你要需要花在股市里面的时间 就比较短 如果你是那种时间很少的人 你只可以一个月花三四个钟头 那么长期投资适合 如果你要做短期投资的话 就需要你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心机 在股市里面 还有就是性格的问题 有一些人急性嘛 你叫他做长期投资 他可能做不到 你就等两三年 才可以寄送我的回抽嘛 他们要比较快的回报 或者可能说他们比较年轻 我们都知道如果年轻的时候 可能可以承担多一点的风险 那短期的投资 跟长期投资比较来说的话 风险率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你年轻的话 当然你可以承担 什么策略适合你呢 真的要看很多方面 看你性格 在你生命中 你现在要专注的是什么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分配 这样子 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说 你这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